《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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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9年的1月 COVID-19開始襲擊了全世界 我們從未知到不安到惶恐 經歷了三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我們感覺到了穩定 感覺到了曙光 而烏尔戰爭又開始 我們一直處在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 這也是我為什麼特別選擇 莫娜哈圖作為這一次的展覽 莫娜的東西展現了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 內心最深處的想法 莫娜的記憶非常特殊 1975年的時候 剛好黎巴南爆發了內戰 她去了英國旅行 因而她留在英國求學 我覺得她一直在尋求一個 對家跟對民族的定位 這個東西對一個非常少就離家的人來講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2018年我在巴黎的大皇宮 第一次看到 曼哈圖的作品 一個桌上放了很多很多不同顏色鮮艷 很可愛 像是糖果的陶瓷作品 我非常地好奇走近一看 竟是一顆一顆的手榴彈 一個甜美的外表 包裝著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意義 而背後她想要帶給觀賞者的 一個內心的感觸跟衝擊 是非常巨大的 嬰兒車 椅子 都是我們隨手可以看見 非常日常的中心 她可以用非常和諧的方式 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呈現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 我看到磚頭就想到家 感覺到這整件作品是這麼地堅固 又這麼地易碎 又是這麼地不穩 我覺得Mona想要表達的是 在堅強的外表 都有一個非常容易搖動的地基 2022年文心藝術基金會 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我們Mona Hutu的收藏 藉由Mona的作品 展現我們日常所接觸的東西 和你內心深處的感受 一起共鳴 一起面對這動盪的時機